有皮膚不好 欸好像大家都跟我很好 但是偶爾會有些小人 所以皮膚要顧得好 小人就遠離你 那老師是不是因為 她的下巴這邊比較尖 所以萬年比較不好 有一些人一定是人和很重要 那你面相上面來講 什麼地方會討論人和呢 兩個腮幫子 最近我真的覺得有一部那個 電視劇超好看的 你們有沒有看 裡面有一個女主角很厲害 叫Rose Mama 花燈初上 超好看 你們有看嗎 半夜不睡都要追到尾的 林歆盧太厲害了 感覺她不再是一個演員而已 而且她在製作上面的功力 超級強 她實際上她之前在中國 就做人不錯的好 很好吃 對啊 但是問題是她在中國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 哇每一個人都風生水起啊 好像一切都這樣平步輕雲 但是突然在娛樂圈 出現了一個大事件 就是 范冰冰的黑白合約 哇很多人都想說完蛋完蛋 這次這個娛樂圈 要應該要寂寞一段時間了 因為有很多的藝人 我們說實話 可能有很多的藝人 都有這種黑白合約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都開始 紛紛關閉他們的這種工作室嘛 對不對 結果關閉的時候沒想到 欸林歆盧怎麼觸角這麼快啊 欸她真的是很敏銳耶 她就回到台灣令其如照 然後立刻這個華燈出場 一出來的時候 哇她說 哇好強喔好厲害喔 真的很棒耶 就印證了台灣有一句俗語 水人沒水命 因為有的漂亮的女生 各有不同的命耶 有的時候我們當然在談 漂亮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要去區分 就是說我們覺得那種 異光四射的那一種的漂亮 跟 大家歸秀的那種有福氣的漂亮 她是兩種不同的漂亮 那我們就舉三個例子好了 你看看剛剛我提到就已經有兩個了對不對 一個是 林歆盧 一個是范冰冰 對 然後再舉一個 讓大家也覺得說她一出道的時候是超清純的 但是她又推出了非常厲害的寫真集 寫真集 我們記得拿一個他們的照片好不好 他們三個長相完全不一樣 其實剛剛老師有講到說 就是很艷麗的那種 那我覺得很艷麗的一定就肯定是 范冰冰 范冰冰對不對 那是不是 其實我們以現況來看的話 我覺得好像 范冰冰跟徐若瑄都比較多一點的爭議 而林歆盧沒有 老師可以跟我們 個別分析一下為什麼嗎 我們在討論所謂的漂亮這兩個字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很多種不同的角度 比如說很多時候啊 男人眼中的漂亮跟女人眼中的漂亮都不一樣 真的 等一下等一下這時候我們要來問一下 Jennifer 請問你覺得 你個人覺得這三個你覺得誰最漂亮 我自己喜歡啊 徐若瑄跟那個林歇如 我喜歡徐若瑄 老師呢 以男人的眼光也喜歡誰 誰願意跟我約會我就喜歡誰 好難喔 不能這樣 你這樣不行太不挑了 徐若瑄真的是不錯的 對 對 本人啊台上台下 他都是這個樣子 我們常常都說他是天使的臉帶 魔鬼的身材 對 但是的確他也是在命上面 好像也是有一些坎坷的地方 有一些坎坷 我們以面向來看的話 是怎麼樣去看 除了他漂不漂亮之外 我們要怎麼樣看說 這個美女看起來 他可能命 可能在某些階段 這邊要講一個 在在命理學上面 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啊 以斗數來講 大概那個我們 有一點點了解的人 都會很怕說 我的命功裡面 會有煞心 我命功會有煞心 大家都會怕這個事情 好像我命功有煞心 可能就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很好玩的是啊 其實 那一種會有魅力四射 或是大家在群體裡面呢 馬上一眼望去就 哇 很漂亮 女生看了 哇 我老公不能靠近的 通常啊 都是面功帶煞心 半冰冰有 這一種就是帶煞心 半冰冰有 對 據我所知道 他應該是帶靈心 喔 靈心啊 對 煞心是一種情緒 是一種 沒有辦法受自己理性控制的情緒 那真正迷人的人一定會有個特質 他會很容易散發出來自己的熱情 很容易散發出來自己的魅力 所以為什麼 女生呢 他只要一化妝高跟鞋一踩 他就會變漂亮 嗯 就是因為那個鞋子一踩上去 妝也化上去 你的自信會提升出來 對 那帶煞心的人天生有自信 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會 就是同樣的命盤 你有煞心跟沒有煞心 有煞心那個就會比較漂亮 而且那種漂亮呢 都會比較偏向啊 對異性的吸引力 那如果說在臉 這個面相上來看的話 他們會有什麼樣的特徵 是那種 人美 但是命不太好的例子 這邊其實啊 要討論到的 所謂的命好跟不好 嗯 怎麼樣去定義 怎麼樣去定義它 所以說以范冰冰來講喔 范冰十年前來看她 大家誰會覺得她不好 沒有人會覺得她不好 又漂亮 如日中天 對不對 又霸氣 然後 永遠的第一女主角的感覺 對對對 都是她 我就是豪門 對對對 這句話很有名 對 這個是我們常在討論 所謂生命這件事情 我要好只有好十年嗎 還是希望可以好很久 嗯 對不對 那以范冰來講 尤其在演藝圈的人 演藝圈一定是人和很重要 嗯 人和很重要 那你面向上面來講呢 什麼地方會討論人和呢 兩個腮幫子 喔 喔 老師你人和很多 哈哈哈 對 我偶爾會有一些小人 喔 我的不義工上面 因為我皮膚不好 喔 所以我的不義工上面呢 會有一些缺 就是欸好像大家都跟我很好 但是偶爾會有一些小人 喔 所以你知道皮膚好很重要 所以皮膚要顧得好 小人就遠離你 沒錯 喔 所以兩邊的這個腮幫子 有沒有肉 有沒有肉 喔 那這樣看起來的話 那你看 他們三個人啊 喔 他們三個人呢 其實他就是 沒有什麼肉 喔 那你說 以這個范曉軒來講 他即便是 許樂軒 不許樂軒來 他即便是最近有那些 跟王毅童的爭議 那你想想看 那個爭議的過程中間啊 有多少人是挺他的 有 很多 胡怡公夠漂亮 胡怡公夠漂亮 那我們再回頭來看 那個范冰冰 是 他出事的時候 是不是大家閃光光 對 真的 連男朋友都是被刺他 可是他出的那個時候 連男朋友都被刺他 連男朋友都被刺他了 重點是那個事太大 誰敢挺 挺完之後一起抓走 那不是不挺而已 那是大家出來踩他一腳 人走茶樑的感覺 對 那老師是不是因為他 就是下巴這邊比較減 所以就是這邊是萬年比較不好 嚴格來講范冰冰 他出事的時間啊 有另外一個原因 他現在這個時候也不算萬年 下巴這一段 還沒有走到 還沒有走到 基本上你要算我歲以後 可是除了年紀之外呢 他會代表兩件事情 就剛剛我們講嘛 我下巴不會單獨存在 我下巴是連著 塞幫子然後一路下來的 對 那這個東西我們一般稱 比較地格 所以你地格豐厚的話呢 會表示你錢比較留得住 就是說蜜血很好玩 你看喔 他為什麼地格是連在 葡依宮旁邊的 是 你如果交到男朋友 你錢怎麼可能會離不住 都跟他們出去吃喝喝喝花玩 沒錯 你看他的臉啊 那個下巴是 直接從塞幫子這邊 然後直接整段切下來的 嗯哼 我們下來看你的臉 然後來你笑一下 有沒有 我們可以發現說啊 你的塞幫子厚 然後連到下面的這個 地格那個地方 也是厚的 對 所以很多人在學面相的時候啊 他都是啊 可能學的很皮毛 或者是說 看了一個好像尖 他就是尖的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看 我們剛剛說他出這些事情 並不是在他這個地格的地方 對 你說有其他地方 是哪裡 臉上喔 我們也可以看他的歲數 也就是他什麼 洗碎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那芬兵在出問題的時候呢 在30多歲 30多歲 我們通常會去看啊 他眼睛的部分 你會發現他有點黑眼圈 喔 這裡有黑眼圈 對 然後另外還有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多去搜尋 他出事前後的那段時間 那不能是修過照片 仔細看 你會發現啊 他的眼睛啊 會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啊 是啊 他眼睛其實一大一小 但是那個很細微 嗯 第二個特徵呢 是他那段時間啊 這塊啊 黑眼圈啊特別明顯 嗯 嗯 那這個表示什麼呢 這個表示啊 他其實是會 受到一些災難 而這個災難呢 因為黑眼圈這一塊啊 他連帶的到 我跟你講講 整個腮幫子是 他其實會受到一些官非 以及被朋友的背叛 像老師他們都屬於美女嘛 但是你又說到就是說 因為像比如說我剛剛有講到 林心如他就很厲害 就所有人都在擔心 然後在把自己的工作室 關起來的時候 他卻是很敏銳的 可以找到那個最先的先機 然後移回來台灣之後 創其他的事情出來 那他是怎麼看他有這樣的智慧 通常啊像范冰冰這一類的美女 就是那種艷光四射星的 他通常會帶煞星 那這個煞星呢 只要是帶在命空的啊 他一定具備一個特質就是啊 我想要做什麼 別人勸不聽 一意孤行 對一意孤行 一定會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就覺得我是對的啊 所以他會這麼霸氣的講說 我就是豪門嘛 對 那你想想看 在那樣的情況之下 即便你聽到風吹草動 你也覺得我應該 他覺得他很穩 我很穩我沒有關係 我有足夠的關係 反觀林心如呢 這樣這種的面相啊 其實素顏的時候 很林家的面相啊 這一類的臉喔 通常都不會是帶到煞星 有沒有帶到煞星這件事情 很重要的關鍵就是啊 你會不會一意孤行 衝動 那沒有帶到煞星這種臉呢 也就表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他會正通人和 然後人家講他會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中國演藝圈出這麼大的事啊 沒有風聲 那為什麼同樣這個風聲 他聽到他也聽到 可是他早早就在做準備了 我自己得到的消息啊 是他早在有這些現象出現之前 他就已經開始在預備 要開始轉移陣地到台灣 那時候聽說是 說實說要照顧媽媽 其實他就已經想要轉戰台灣了 就已經要轉戰台灣了 對 然後他回台灣以後呢 他就開始在台灣的這個 鄰居界啊各方面的 其實他都在打點關係了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 不管是男生女生啊 都很喜歡在就是 自己有一點點小小時間的時候呢 稍微幫自己 upgrade一下 進步一下 改造一滴滴 或者是有一些人真的是 改造的比較瘋狂 那Jennifer知道有很多的女生 會去諮詢的時候 通常最多諮詢的地方是哪裡 大部分人來說的話 他們最多諮詢的當然就是 鼻子跟下巴 因為呢 東方人嘛 他們喜歡西方的審美標準 那鼻子比較高挺的話 就輪廓比較深 下巴呢有一陣子呢 他也流行那個 椎子臉 很尖很尖很尖 所以呢 年輕的女孩子呢 他們就會覺得說 可是現在很流行啊 這樣就是美 他們認為流行就是美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說 以後他可能會後悔 因為呢太監的話 說真的會比較保命下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不希望他後悔嘛 因為他既然這個花錢了 然後也想要改造自己 我們當然也希望他運 就運勢比較順遂一點 命理學很重要的觀點就是啊 什麼東西比較好的都是要看起來自然的 一眼望去就會吸引人的呢 他一定都跟正常人不一樣 可是實際上呢 這一類的面向啊 他就是大好大壞的面向 那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 都不可以太誇張 譬如說我們希望自己人緣好一點 那你這塊如果有要弱 就把它補飽滿一點 對把它補飽滿一點 是 那你希望你自己的 下巴分好一點 反正分好一點 那這一塊呢可以補一點 是 那或者是說你希望說 你自己啊不要有太多爛桃花 那至少你的眼袋要去掉 眼尾文這邊 夫妻工作這部分要去掉 但是呢 這邊也要講到一個 應該是很多人都想要問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搞不好你也被人家問過 就是為整這些東西到底有沒有幫助 有沒有幫助對不對 是是是 因為他不是天生的啊 對因為他不是天生的 譬如說老師我 我雖然花一千萬把自己整成像 我也不會有劉德華的命 所以如果說這個幫助 是改變一整個人的人生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有加分 但是加一點點 對對 或很多女生他喜歡去切那個骨頭有沒有 是削骨 對削骨 如果說你的臉啊 真的是那種很方的那種臉 那你去削我覺得有道理 可是如果說你並不是這個樣子 單純的只是覺得那個明星都刮字臉 但你不是刮字臉 那都不需要 我們常常講說 大家在對於這種面向這種東西 很容易犯了一個誤區就是 你放在別人身上可以的 放在你身上不見得可以 是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今天聊了這麼多 其實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不要照本懸殼 不要看到很多的那個明星藝人長的說尖尖的臉 我就一定要跟他一模一樣 其實有時候適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對不對 而且最好是您再去做任何的事情之前 然後找到一些有福氣的朋友 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然後聽盡別人的意見 搞不好你之後的下半輩子都會非常的順暢 那當然還有就是把握時間 每一次老師的影片出來的時候 就要點擊按讚還有訂閱分享 好下次見拜拜 拜拜 謝謝